这节课我们学习ES9 引入的下一个新特性 是对于对象的扩展 叫做rest和separate 其实在ES6里面 我们是不是学过 对于数组的扩展运算符 三个点对吧 我们叫扩展算符 或者叫做rest的运算符 其实在ES9 我们也可以用三个点 对于对象进行扩展 它其实跟数组是一样的方式 我们看怎么去使用 我们先建一个文件 当前应该是5-3了是不是 5-3.js 然后把它引进来 在ES6里面 我们是不是可以定一个数组 对吧 比如说AR1 然后它可能是数组 比如说1.2.3 有这样一个值 我们再定一个数组 AR2 它就用的值可能是456 然后比如说 我们想形成一个新的数组 这个数组指的是 是把AR1的数组 和AR2的数组 合并到一起 形成一个新的数组 在ES6里面 应该怎么做 是不是 点点点AR1 叫号 点点AR2 这时候呢 我们输出这个 AR3那个数组 大家看 是不是就是合并成以后 这样一个数组 对吧 当然 这是在ES6里面 对于数组的扩展 那在ES9里面呢 其实对于对象 扩展的方式 跟数组的扩展方式 其实是一样的 我们看啊 我们去定一个 OBJ1 一个对象 然后呢 比如说 内部属性 我们叫做 系成 然后呢 A属性 当然色随 OK 我再定一个 OBJ2 它也是一个对象 里面有 比如说 School这样属性 比如说我的学校是 工科 OK 我现在 有这样的需求 比如说啊 我当天想去 KRU一个对象 比如说我想去KRU 当天OBJ1 那怎么办 大家看啊 我们先演示一下 KRU 对象 大家看啊 比如说我定一个OBJ3 那是不是可以直接这样 点点点 OBJ1 我们输出 OBJ3 是不是也是限制 三十四 其实对于对象 这种KRU也好 或者我们叫做 拷贝也好 前面有一节课 我们专门讲过 我们用过 OBJ2 3 对吧 还使用我们 最定义的这种 地规的方式 实现一个深拷贝 那我们试一试 当前用点点点 这种方式 到底是一个深拷贝 还是一个前拷贝呢 大家看 当我复制完成以后啊 我把OBJ1 里面的H 有时候改掉 有时候改成 18岁 这时候我们看看 OBJ3 会不会随着改变 大家看 这时候六行的OBJ3 还是34岁 它并没有改变 所以大家想一想 当我们用 点点点用方式 进行 KRU一个对象的时候 它是不是 是真正的 KRU一个新对象 而不是指向 原有的那样一个对象 不是引用 而是真正的拷贝 懂了吧 这是它的一个用法 另外呢 我们看 比如说当前 我想去 合并对象 合并 对象 那跟前面一样 合并数组的话 是我把两个数组 放在一起 然后呢 用这种 点点 过展论幅的方式 把它变成一个 新数组 对象也是一样 大家看 比如说当前 我再定一个 OBJ4 然后呢 点点点 OBJ1 再点点 OBJ2 这块我先注视掉 然后大家看 这时候我输出 OBJ4 我们看 OBJ4里面的属性 是不是就是 具有Name 具有Age 和具有School 对吧 那如果这样 比如说OBJ2里面 也有一个 Age属性 比如说是 10万 这时候 他们两个对应的属性的值 是不是一样的呢 那这时候我想问的是 OBJ4里面的Age属性 是18岁呢 还是34岁呢 大家看 我们等到的是 18岁的这样一个系统 对吧 很年轻 所以呢 大家想想 当我们点点点 固扇一块弧 去合并 对象的时候 如果属性有相同的 那么后面呢 是把前面呢 给它覆盖掉 对吧 这才两个用法 坑谋和合并 另外大家再看 比如说我当前 还是这个对象吧 我再有增加Age属性 比如说我把它复制一遍 就是这样 我再增加Age属性 比如说 我这边呢 有词布 比如说叫做 课 然后呢 比如说还有对应的课程 比如说我们是ES的课程 OK 就写这样几个属性了 然后大家看 其实啊 我们还可以用 第二点表示叫做 剩余运算 我们在ES6的数组里面 也讲过它就是剩余运算 比如说 我们的数组 作为一个函数的参数 比如参数很多 但是呢 只有前面几个参数确定的 后面几个参数不确定的情况下 我们是不是可以用 点点点 剩余的算数 表示的是 剩余的那几个参数 对吧 当然 那是对于数组的 对于对象呢 其实也一样啊 大家看 我们直接定一个 比如说 结构的形式 对于当前我们这个 OBGA1进行结构 比如说 当前内部属性 是确定的 N属性 也确定的 但后面有几个属性呢 我们不确定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 点点 比如说点REST 这明确就在一起的啊 然后呢 我们输出 比如输出Name 然后呢 输出Age 我再输出这样一个 REST 我们看看 REST 对应的是谁 保存 大家看 Name是卸成 Age是34 REST 对应的 是不是一个对象 对象里面 有School和Course 所以说 当我们点点表示 是这种 剩余运算的时候 它匹配的是 当前对象 你匹配完成之后 剩余的 这些属性 OK 那我们再试一试 如果当前 我把剩余的属性 放在前面呢 大家看 我把它 如果放在中间 会怎么样 做法 中间会怎么样呢 保存 大家看 你们发现 这边会拨错 所以大家要注意啊 对于这种 REST 这种剩余元素 它必须是 LAST 是必须放在 最后一个 对吧 否则的话 它怎么知道 你这剩余的到底匹配 其中的哪几个呢 这是一个小细节 我们需要注意啊 对于这种 剩余的算符 一定要放在 所有的 这个参入的 最后一个 才可以 因为前面确定了 先匹配 如果匹配不上 剩余的 都去给它 这个呢 其实就是 ES9里面 对于对象的扩展 也就是说 在ES9里面 对于点点点啊 不仅可以使用在 数组上面 它呢 也可以使用在 对象上面 然后呢 我们可以用点点 实际上这种 对象的拷贝 对吧 而且我们也测试过 它是一种 相当于是深拷贝 对不对 它真正的是 拷贝的一个对象啊 对象之间呢 互相不干扰 并且呢 我们也可以用它 进行对象的合并 另外呢 如果当前 这个点点点 是用于对象里面的 最后一个参数的时候 当结构的时候呢 它是匹配这些 剩余的数性 其实我们就 记忆这种 对象这种扩展的时候 只要和数据的扩展 相匹配的记忆就可以 它们两个几乎是一样的 对不对 这个呢 就是我们要讲的 在ES几乎当中 对象的新的扩展 我相信 你也一定学会了 那希望 大家能够在 自己的项目当中 能够去灵活的使用它 在ES几乎是一样的 在ES几乎是一样的 在ES几乎是一样的